这话不假呀 武侠小说确实是给金庸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和收益 在当时的文坛 写武侠小说的名价不少啊 你比方说梁宇生 古龙 还珠楼鼠 卧龙生等等这些 这都是写快意恩仇 喝酒吃肉的江湖 那为什么金庸那么受欢迎呢 因为金庸写的 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具体哪不一样 咱们看看 首先格局不一样 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啊 金庸经常的把小说安排到 朝代更迭的历史大背景当中 2002年 金庸先生把自己所有小说修订了一遍 按照历史的朝代一缕 基本上都在宋明清 这三个朝代 咱们看他这个十五部小说 飞雪连天 射白鹿 孝书神侠 已避冤 再下一部月女剑 看起来写的是江湖啊 武林啊 其实这里边 是历史的兴替 人情的往来 你比方说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天龙八部 这三部 故事背景 基本就是北宋南宋 咱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 外敌入侵 国家动荡 他写 郭敬 跟黄荣 战死 襄阳城 我们要鞠躬尽瘁 就算命不要 襄阳城也要保住 那 我看了武牧遗书以后 就明白了 京中报国 这四个字的含义 就算 只剩下一兵一卒 我们都不能离开襄阳 削风虚竹 断玉 这哥仨大战辽军 谁不许动 杨过杀死蒙古大汗 为襄阳解围 等等 这是干啥呢 这是把主角们 放到真实的历史条件 历史事件当中 一下子让大伙觉得 这个不像是虚构的人物 就好像他们真实的 在历史上出现过 那是活生生的人 咱们这一读呢 就特别的有代入感 金庸小说受欢迎的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83版 《射雕英雄传》里边 导演王天林 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说啊 读金庸小说的时候 这个人说话什么神情 打斗什么动作 画面啊 自然而然的就出现在 你这脑海当中 去死天龙云飞若 受死降龙韵新尘 绞死飞龙腾万里 全是浪涛翻四海 这一点挺神奇 你看有的小说 写功夫高 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这里边没看清 怎么出的手呢 他那边就已经 伸手一出了 太简单 这要拍成影视剧的话 中间过程就得全靠脑补 好